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的节目,细说天下 今节又是继续和大家细说俄罗斯的 上一节有网友留言说到 韩国是否都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的手法 以解决寡头的手法来解决韩国的财法呢? 这一点我就不多同意的 因为两个国情都不一样 韩国的社会也都比俄罗斯开放得多 韩国也有外国的驻军 而且在韩国很多很多人都是跟着这些财阀找食的 但是一家三星就已经占韩国的GDP达20% 韩国十大财团的资产就占韩国的GDP85% 在乎可以说是每个韩国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韩国就不像当年俄罗斯那么穷 而且以目前的发展来看 韩国也只是处于一个向上发展的轨道 所以就不会有任何有因可以像俄罗斯那样 要进行一些大刀斧斧的改革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废话小说马上进入第六节的 细说俄罗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回就说到 普京用了什么方法去对付俄罗斯的寡头 除此之外,他也做了不同的工作 有一件事很显然的就是 普京吸取了苏联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安全工作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苏联社会正正处于一个很混乱但又很亢奋的状态 很多人就盲目地 甚至乎憎恨他们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东西 而且同时很多时候一些坏消息也被很容易就无限放大 同时也都出现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正棍 而这些正棍又经常会说一些令人很兴奋 但又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说法出来 什么叫做兴奋但又经不起逻辑推敲呢? 香港出现过不少这种人 例如过去出现过芒果佬的黄毓文 他有句说话 四面树敌白面威风 大家想一想 四面树敌之后 你又怎能够好威风呢? 你被人打到猪头那样 你还有多威呢? 另一句说话 就是 违法达意 你违法达到什么意呢? 轻轻想一想 就知道经不起逻辑推敲 但是苏联晚期的时候 亦都出现很多这种正棍 好像救世主一样 正因为这样 很容易就招揽到很多支持者在身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的原因 都是由于苏联当时 对媒体可以说是失控 而且有一大批 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人 实际上控制住苏共的宣传系统 你真是想不到 有一位出名的人兄 他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 雅科夫列夫 大家看到 他就是雅科夫列夫 他本人 都颇为传奇 首先 在这里说一说 这个人是什么背景 他出生于1923年 出生于苏联的 阿罗斯拉夫尔州 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在18岁的时候 他亦都参加了苏联的 韦国战争 在战争中 不幸受重伤 脚步以下 从此终身残疾 因此被逼退役 而他到30岁的时候 亦都进入到 苏共中央 而且 亦都被作为一位 重点的培训对象 后来 而且还被派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深造 去到1973年 他已经是 苏共的中央委员 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的雅科夫列夫 遭遇到他人生中 第一次的政治打击 什么原因呢 因为 他在苏共的文学报里面 发表了一篇 严厉批判大国沙民主义 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文章 正因为这样 被很多党内的人批评 而且也解除了党内职务 但是 他又没有真的犯什么大错 作为一位学者 发表一些大批判性的文章 就并不是什么罪行 但是 他受到党内排阶 因此就要解除职务 解除职务 他就唯有订他去其他地方 当是流放他 正因为这样 他就被派驻到加拿大 担任大使 在加拿大一流 就流了十年了 他当时在加拿大 那十年里面 都认识到不少朋友 有位朋友 可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现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爸爸 皮尔·杜鲁多 他就两个非常老友 而且 连他的耳朵 就叫做 阿力山大·杜鲁多 因为他们很老友 而阿科夫列夫 就给了个花名 他的耳朵 叫做 Sasha 我相信 他们两个经常 下班之后 约上去 喝酒 打牙叫 想不到 他被 蘇共流放到加拿大 反而 认识到不少老友 也对他日后 很大帮助 去到1983年的5月16日 阿科夫列夫 就陪同 当时 市任 苏联农业部官员 戈爾帕喬夫 访问加拿大 而那次 访问的目的 就是参观加拿大的 农场 和农业机构 希望 可以从中 吸取一些 知识 可以用在 苏联 亦都因为 这样 阿科夫列夫 和戈爾帕喬夫 之间 那个友谊 也都重新 建立 并且 开始 以试探性 来讨论 这个 苏联自由化的前景 从那时候 那种 欧美 那种 自由化的 种子 就开始 从 苏联内部 发芽 之后 亦都在 苏联内部 意识形态方向 变得更加 批判 过往 他们所做的 变得更加 信仰西式民主 自由的模式 而且 反过来 影响 苏联共产党 党内 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且 有一班人 当时 有一班 党员 都可以说 成为一个 西式的原教旨主义者 在苏联解体前后 那几年 各种对苏共历史 不负责任的示意流曲 丑化 或者编造 谣言的文章 竟然 可以刊登在官方的报刊上 而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很多媒体 就转移成为了 当时的金融寡头 和海外的资本家手上的工具 和实体经济不同 媒体本身 没有什么实际生产 但他们也有利益诉求 媒体 就是通过获取广告利润 为达到赚取收益 在资本时代 客观上 就没有办法存在一个真真正正中立的媒体 因为在资本时代 每一个媒体都依附着资本背后的控制者 但在强调媒体监督的时候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究竟 哪个监督媒体呢? 又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 又真是名乎其实的一个传媒时代 媒体对社会生活影响 变得空前巨大 快自走的生活 一个新闻 一个标题 或者一个附题 加一个配图 就已经可以改变大部分的人 对某事件的看法 金融大鄂索罗斯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一件事情 大多数人都认为会发生 那就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呢? 有很多真正例子 例如 在股票市场上 传出某某公司的利好消息 就很容易将那只股票的股价炒上去 全消息炒上去 现在一件事都没做 就已经推高了 在股市上面 很多人都是靠这种方式 来营生 来维生 来赚钱的 这些就是很明显的 媒体时代 所带出的一种社会现象 我可不可以说是一种问题 某个程度上都是一种问题 但这种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通过爆料 就可以改变大盘走势 去到20世纪的90年代的俄罗斯 很多一些改革的措施 是必然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 但是通过媒体包装之后 就变得获得大众的支持 很多人很开心地去支持一行 将会埋葬他们自己的未来的一些改革措施 然后又不停地去摧碰一些更新的事情 来埋葬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可以说如果不对传媒加紧整肃的话 普京一系列的新政就寸步难行 在2000年俄罗斯对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公共电视台 增股至51% 也因此将寡头控制的电视台 成为一个国家控股的电视台 国资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也利用债权控制了原本属于 喬集团的独立电视台 在2001年 国有的老黑食油公司 对同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另一家电视台 叫TB6 提出经济诉讼 迫使他宣布倒闭 之后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 俄罗斯政府最终控制了俄国国内三家最大的电视台 70%的广播电视 和80%的报纸 在2001年的联邦政府 就颁布大众传媒法 规定外资在俄罗斯传媒机构持股量 不可以超过50% 去到2002年 普京也签署了总统法令 取消了在业利阴于1991年 被美国自由欧洲电台 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各种特权 而在一系列的新政不断推行的时候 外部环境的变化 又真是这么幸运 便益了普京 带来了一些意外惊喜 在2000年之后 由于.com泡沫爆裂 国际油价和燃气价格 也开始大幅上涨 特别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 原本美国企图借助石油美元 保持美元霸权 但无意间便益了俄罗斯 成为其中最大受益者之一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 油价升得普遍急 尤其是铁开车 便觉得每次入油都贵了这么多 借着这次机会 俄罗斯的财政也大大增加 当然只有决策层才拥有足够的意志和判断力 机会摆在眼前才有被利用的可能 如果当初俄罗斯政府无所作为 在油价上将时 对俄罗斯来说可能只是 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寡头背后的力量 从而令到在1992年以内 俄罗斯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停加剧 而再深一点想一想 或者也都是因为 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寡头和普京的矛盾 在2003年最终爆发的原因 在财政充裕 令到俄罗斯人都成为受益者 俄罗斯政府获得更多的财产 更多的资金 令到来到去投放在公共医疗 和免费教育中 再加上俄罗斯的房屋水电费 价格本来就是非常之低的 为什么呢?这有原因 他们的房屋水电费价格便宜 主要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 虽然进行过一系列的私有化运动 但叶利欣就把这种 苏联时代社会福利体制的基本框架 保留下来 但当时由于俄罗斯的财政状况非常之差 整个社保体制可以说是陷入袒满 情形就像一个干了的水喉一样 没有水 现在又有水 那水喉自然可以继续用 对俄罗斯人来说 真正的问题始终都是住房的 在经过休克疗法之后 由于金融寡头迅速崛起 以及前期国家土地被无情无罪地拍卖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 都是曾经面对过非常之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在2000年至2005年 俄罗斯的房价就上涨了253% 去到2006年又增加了53.8% 其中莫斯科的房价 单是莫斯科就已经上涨了93% 房价上涨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令到很多人的生活无以为继 对当时的统计 艰苦的楼价、淤酒、吸毒 就成为俄罗斯人婚姻破裂的三大原因 去到2007年的社会调查 就可以见到60%的俄罗斯人 就说他们需要住屋 俄罗斯卫生部和社会发展部 就在2007年7月13日发布一项的统计数据 也显示俄罗斯人当时的平均月薪是500美元 按这个数字来计算 一个俄罗斯人 就算一世不吃不着 他的总收入都依然买不到一家屋 针对这种情况 你猜不到他普京真的够胆做 而且做得非常之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在2005年就开始 普京在他第二个总统任期 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房屋改革 俄罗斯政府对这些措施 就不是单是依靠一种间接市场调控手段 竟然是以直接的行政和法律手段 针对俄罗斯房价最高的莫斯科士 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 就共同出资扣置大约5000英颈的土地 在那里规划出新式的住宅 由政府出面而低于当时市价60%的价格 卖给莫斯科的市民 你真是猜不到 是低于60% 还有那些屋 不是我们建得很高的公寓 不是那样 是单单独立的房子 每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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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前院后院 货真价实 这样一来 就令到当时市民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 好好的预期 而且在莫斯科的房价 一下就打低 打落60% 从根本上解决了 尤其是在2005年出台的房地产法 公民的基本居住权有了明文规定 垄断控台 价格的行为会被列入违法的行为 莫斯科的房价大幅回落 而且亦震慑了地产商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没多久之后 普京也都将这个地产泡沫堵爆了 除了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之外 也都避免俄罗斯进入另一个经济问题 而这个房地产泡沫 到目前为止 在世界各地都仍然出现 但是我这边 新西兰 就是那个泡沫都还没爆 香港的泡沫都还存在 很多地方都没办法解决到 但是普京在2000年就已经搞定了 你说一个领导的魄力是多么厉害 但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魄力呢? 主要的原因 他是得到强大的民意支持 才给到他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大刀斧斧地进行 可以说得上 如果他所做的政策 放在其他国家 是被视为疯狂的 所以有时我们不能够 照搬其他国家做过的东西 就放在另一个国家里 俄罗斯有他们的国情 而其他国家 比如英国 美国 香港 澳洲 澳纽这些国家 都不能够照搬俄罗斯的方式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很多时候 是要不同的条件配合底下 才可以完成得到 讲到这里 节目都差不多了 下一节 我会再继续和大家讲解 普京背后有一个很特别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也很神秘 我在这里就买个关子 下一节回来 再和大家细说俄罗斯 拜拜